然後梁爺也是為了小孩再複合 複合之後 大家也知道演藝圈就是這樣 我想白雲哥也很清楚 就是大家會比較 你說小孩出國什麼什麼的 我也要啊 我不送出去 我就落差了 坦白講有些人就會有這樣比較 那不管 那當然也是愛子心切 就把孫安佐送到國外去念書 那當然也知道 孫安佐因為在年紀小 還不到二十歲 在那邊念書 然後你孫鵬迪鷹沒有跟過去 你把一個小孩子丟到那邊去 平常在家裡被媽媽保護的小孩子 你看十幾歲還睡在一起的 你把他丟到那邊去 他都還沒搞清楚整個狀況 然後照他的喜好 你沒有給他零用錢 他去買這個買那個 買那個什麼槍枝什麼那些的 不出事才怪 然後你他在那邊一定 我相信以他的年紀他一定嚇死了 然後孫鵬迪鷹趕快去救治 然後孫安佐在關到美國的監獄裡面去 二十歲不到 碰到這麼多事情 你不要講小孩子 連大人很多都受不了 然後你孫安佐好不容易千弄萬弄 終於把他弄回台灣之後 沒有第一時間去照顧他的心理狀態 馬上就你趕快去念書 媽媽幫你開個手搖引電 你趕快去弄個手搖引電 所以他現在一直講 他心理創傷症候群 一直沒有處理掉 那個階段對父母親受傷 但小孩子的心理的傷 你沒有及時解決 然後又才造成後面這麼多問題 那坦白講他們真的很愛 但是有時候小孩子我們為他做的太多 太寵愛他 太疼愛他 反而對造成小孩子心理很多很多的壓力 所以雖然只講說 沒有 我在家裡面 反而我不聽我爸 我不聽我媽的 他們就來弄我啊 孫蓬說早就受不了敵音了 說導火線是旁邊的朋友 這是躺著也中槍嗎 我們就問一下玲玲姐是怎麼回事 是兩派的朋友差太多 我現在問一下 白雲哥你是他們的身旁有人嗎 算是 導火線 導火線就在這裡啦 你的嫌疑很大 你的嫌疑很大 真的 他們兩個都熟 我兩派都有 因為我跟鵬哥 以前這種汪汪汪汪的時候 大家也熟 他跟土中康我們都也熟 但是我跟婷姻姐這邊 又是他好像跟彩樺 以前我沒有其他的節目也熟 那所以說我是站在中間 我都沒有什麼講話的餘地 所以白雲哥不是導火線 大家好 你不是那個 我何能 好啦 白雲哥不是 但是有人是 怎麼說呢 因為孫蓬跟迪英他們結婚 後來要離婚的 第一次離婚的原因 不是第一次 是那一次離婚的原因 是因為迪英 大家知道他從小來 歌仔戲班出生 所以他跟歌仔戲那些人 非常非常好 那孫蓬是國光出來的 所以他們兩個朋友圈 本來就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的時候 那迪英跟朋友很好 出去外面就大口喝酒 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有時候喝得茫茫的 那孫蓬就很不高興 他老婆 你可不可以不要 每次跟你的閨蜜們 喝得那麼晚回來 喝到醉成這樣 然後這個孫蓬這邊 很多人講說 他們兩個因為朋友關係不和 錯 我在這邊幫英姐 阿姨講一句實 阿姨有講說迪英 沒有 孫蓬那邊國光朋友那一幫 我都跟他們好得不得了 只有孫蓬跟我的歌仔戲 這邊姐妹她不好 所以換句話說 迪英是很認真的在經營這一塊 但是因為兩幫真的個性不一樣 因為迪英大姐大 孫蓬大哥大 孫蓬大男人主義 迪英大女人主義 所以兩個常常為了這事情 爭來爭去 吵來吵去的 久而久之大家就覺得說 個性不合算了 但是其實我跟白雲哥都有去過他們家 對 他們家對小孩真的很好 那時候我記得到他們家那個畫面 迪英就抱著那個孫蓬 那時候還是嬰兒 還是嬰兒的時候 抱著他就很開心那個樣子 迪英呢 大家覺得說應該強勢 雖然講說 大家都講錯了 他說其實我媽在家裡是弱勢的 因為我爸呢 雖然看起來似似的 那他家裡面 他都是叫我媽做這個做那個的 那其實家裡面是 這個可見孫蓬是用軍事化的管理 因為他們在學校裡面做軍事化 那迪英呢 就是媽媽嘛 這個所以呢 才會造成這種 教育上這樣子的落差 還有這種觀念不一樣 才會造成孫安佐拒絕的說 我在家裡面 我知道他們愛我愛的 讓我覺得好噁心 不過感覺孫安佐跟媽媽感情 還是很好啦 對不對 那因為白雲哥跟他們都是朋友 那私底下的迪英姐 真的也是這麼的強勢嗎 因為大家都說 哎呦 一定是迪英太強勢 妳講迪英姐強勢我不認同 但是妳講她這種那種義氣 大姐大 然後她就是大姐的個性 然後她就是一個女兒 外表是女生 但是她個性是男生 然後妳像以前我還記得 妳現在幹嘛 她還蠻年輕的時候就出來 家裡賺錢然後幫助家裡 然後後來她接觸的是歌仔戲這個 歌仔戲這個妳想想看 他們如果妳這樣 就我所知 這個像亞蘭解稱亞蘭他們 他們以前小時候是出去野台 這樣有沒有 他必須到哪一個地點 這裡都有那邊的地皮流氓 有一些地方的士生 不管怎麼樣 妳是要面對很多事情的 所以妳必須要把自己強悍起來 妳沒有辦法強悍 妳怎麼去跟這些人打交道 或怎麼樣 所以那個個性 也許這樣跑場子就訓練出來了 訓練出來了啦 我覺得 然後妳說這也是她的保護社 對 然後妳說她個性 像以前她跟彩娃 主持一個節目 那我們去當來賓 那妳不知道怎麼樣 她知道隔天是我生日 然後就在錄影結束之後呢 然後因為以前 以前那個節目比較晚一點 十一點播的話幾點 我們會喝一點小酒 然後大家聊聊天 然後結果還剩差不多快一瓶了 她就直接倒到那個一個高腳杯 那高腳杯 像我們去那個放小飛 那個高腳杯那麼大 好大 她說 妳明天甚至為什麼不跟我講 不是啦 田英姊 妳怎麼會知道呢 怎麼樣 我不能知道嗎 我可以可以可以 來 不囉嗦 把這一杯喝掉 好像是當晚還是我們隔天 就連空出來 她就在一個餐廳辦了兩桌 就請大家一起吃火鍋幹嘛 就很開心 那旁邊的妳可以蹭飯吃 工作人員有飯 大家喝 對 就是妳這種態度啦 我就擋了一杯 就喝完 喝完就 那姐姐可以了嗎 可以 好 那麼明天我們就約幾點 我們就大家全部都去吃 她就是那種阿薩利的 對啦 阿薩利 而且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蠻照顧後輩的 她很照顧後輩 老實講妳說她強勢 因為有時候在媒體 不要說什麼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有很多酸民講什麼 我家的事干你什麼事嘛 對不對 我教的孩子好不好 也是我要承擔的嘛 但是因為我們是藝人 妳就會被放大 其實有很多一般的小孩 或一般的百姓 也有很多這種狀況 只是沒有被放大嘛 那白雲哥妳贊成 就是很多夫妻為了小孩 其實妳已經不和吵到不行了 怎麼樣 還是不離婚 那妳覺得到底 不離婚 為了孩子 妳覺得要不要離婚 我覺得要離 沒有錯 跟我們兩個 感受是一樣 我們真的都對對對 一定要離 真的要離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曾經碰過我自己的朋友 就是為了這小 那小孩子還小 然後比如說六七歲而已 那不離婚 其實兩個在家裡的那個夫妻 是越吵越大你知道嗎 那受不了的是誰 是這個小朋友 妳們為什麼每天在那邊吵吵吵 他老實講 他心裡是不OK的 像我以前小時候 我在離婚的時候 我兒子那時候 他六七歲 然後我跟他講一句話 這是到現在 我兒子還記住的 你要記住 爸爸跟媽媽不和 但是我跟媽媽分開之後呢 你會得到兩份愛 一個是爸爸的愛 一個是媽媽的愛 如果媽媽跟爸爸在一起的話 你連一份愛都沒有得到 因為我們兩個每天吵吵就好了 吵吵就好了 對啊 你如果我兒子 我們住在一起 你不瘋掉 對啊 的確蠻多這種類似的個案 如果夫妻真的合得來就來 合不來 趕快測一測 對不對 是不是 林姊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現在 這個事實在 不是啦 那你要不要來當工作人 對不對 那整個瘦 不行啦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人 大家比較會去思考 可能以前老一輩的 就比較就覺得不行啦 那個離婚不好 怎樣怎樣 但是我覺得還是以個人 還有你小孩的身心狀況 為主 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